接下来带您来认识佛教的丧葬仪柜 佛教上礼仪式的内容做法是 佛教不烧纸钱 在丧葬时间不铺张浪费不杀身 灵堂的共襄与相逐 也只是以鲜花树果树食 既是使者 那我们今天做这场功德法式 比较不同的就是我们比较 有正规的仪式佛教仪柜来做 一般很多人来做 都做临权功德 他们都没有比较正式的请佛祖来加持 他们只是俩临权 临权这样拜念 是这样子是不大正确与合理 我们今天要拜佛 礼佛就是求悠悔 那我们一定就算我们在外面 这是搭一个简易的一个坛场 我们就是有搭佛像 我们来带领家属呢 全身礼佛呢 求悠悔 希望呢 佛慈悲呢 能够赦免我们的一些业障 罪障 然后呢 我们建议要说就是 先把佛菩萨招请来这边 来法力加持 然后呢 之后我们带到第二个步骤就是到临权 把那个王者呢 也是把他招请来临权 招请来临权呢 文经听法 那个文经听法 然后来接受佛菩萨的加持呢 能够 等一下我们会施予法药 法药之后呢 他所有病骨病动就会消失 消失之后呢 他就会再往生这段过程当中 在他的磁场会比较好一点 那的磷 比较不会那么痛苦的产生 是这样子 佛教在遗体出病前举行的祭拜仪式 与传统丧礼相同 丧礼主持法师或是居士带领大家 为使者诵经 使使者能够离苦得乐 往生佛国净土 十方新闻王天伦 陈毅上 高雄采访报道